《撒加利亞書》第十章 你們要向上主求春雨 因為暴雨烏雲是他做的 他要降下金林 讓每塊田地都變成青蔥的草場 家臣所說的一前不直 占卜師預測的全是放話 解夢人宣告虛假的話 不能給人安慰 我的子民將迷路的羊到處流浪 他們因沒有牧人而受到攻擊 我向你們的牧人大發怒火 我必定懲罰這些領袖 因為天軍的上主已經來到 他要看顧他的羊群又大 使他們強壯興旺 如同戰場上意氣昂揚的戰馬 防角基石 帳篷釘 作戰的功和所有的統治者都要從猶大移出 他們有如戰場上威武的戰士 把敵人淺踏入腳下的泥土 他們連敵人的騎士也能推倒 因為作戰時 上主與他們同在 我要使猶大強盛 也要拯救以色列 我要因我的慈悲復興他們 就在我從未棄絕過他們一樣 因為我是上主他們的上帝 必聆聽他們的呼求 以色列人要像威武的戰士 他們心中快樂 如同喝了酒 他們的兒女看見了也要歡喜 他們的心必因上主而喜樂 我向他們吹哨 他們就跑過來 因為我夠熟了他們 他們的人數要增多 從剩下的少數 變得像從前一樣多 我雖將他們如種子般騙殺列國 他們在遠方的大地上仍要紀念我 他們和他們的兒女都要活下來 並要重返以色列 我要從埃及把他們領回來 從亞術召集他們 我要把他們重新安置在 激烈和黎巴嫩 直到哪地方 永濟得容不下他們 他們要安全度過苦海 因為海浪要後退 尼羅河水要干擀 亞術的傲氣將要受到重挫 愛及的統治也要終結 我要用我的大能使我的子民強盛 他們要憑我的權並隨意行走 這是我上主說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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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